歡迎大家收看 Cooler Channel 看影片前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頻道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Honor 新一代 Magic 系列的旗艦手機 Honor Magic Fire Pro 在香港正式發佈 手機著名評測網站 DXOMark 的測試結果顯示 拍攝和螢幕都有相當高的成績 能力備受期待 當然亦越來越多人不信任 DXOMark 的評分 所以最好都是自己來測試 今次我們來測試 Magic Fire Pro Honor Magic Fire Pro 採用了 6.81 吋 2800 x 1312 像素的 OLED 串隆屏幕 支援最高 120Hz 更新率 最高 216Hz 高頻 PWM 調光 HDR 10 Plus 屏下指紋感應等等 支援 NFC 藍牙 5.2 和 5G 網絡 和 IP68 防塵防水 華為沒有的,榮耀都有,明的都明白 用了肛面的玻璃機背設計 又吸油又吸指紋 要不你便要人物,要不你便要套一套 四曲面的螢幕握感都不錯 機身幾重 如果你想單手操,最好都舉一下鐵,練習一下 鏡頭用上 Honor 標誌性的謀絲之眼設計 機底和機頂都設有麥克風和喇叭 估計錄音和音效播放的表現都應該不差 我們來看看一張 3840 x 2400 像素的圖片 螢幕的光度夠高 色彩的呈現能力都很強,層次豐富 可以清晰地顯示到建築物質感 細節分明 曲面螢幕亦帶出色的Full Scream 觀賞和體驗 我們在YouTube 上面看一段 1080p 的電影推廈 影像播放清晰流暢,色彩分明 光暗對比恰到好處 聲音方面 立體聲的雙喇叭帶來不錯的聲音播放能力 聲音大大,立體感又出色 影音體驗,真心不錯 Magic Fire Pro 採用了Snapdragon 8章2 處理器 12GB RAM 配 512GB WOM 基於 Android 13 的 Magic OS 7.1 介面 我們順利透過 OnToto 影用程式 進行跑分 分數是103萬分左右 用上最新的Snapdragon 處理器 當然可以輕鬆過8萬分 這是正常的表現 但對比起其他對手 平均都是120萬分以上 它就明顯失色不少了 Magic Fire Pro 具備了 5100mAh 的電池 支援 66W 的快速充電技術 我們設定在 50% 的光度 然後透過 PC 密應用程式 運行電池續航測試 電量由 100% 跌到 20% 隨時是 12 小時 47 分鐘 續航能力一般 相信完整用一天就不太可能 來到充電方面 透過原廠的 66W 快速充電器 由 19% 充電到 100% 隨時是 59 分鐘 剛剛好不足 1 小時 速度是挺快的 這一點沒得挑剔 傳說中 Honor Magic Fire Pro 拍攝很厲害 我們又來測試一下 三個 5000 萬像素的鏡頭 分別是主鏡頭 超廣角鏡頭 和 3.5 配光學變焦前望式長焦鏡頭 加上 1200 萬像素的前置鏡頭 配 3D 景深鏡頭 主鏡頭來說 沒用上現時最強的 Sony 1 吋 IMX 2 989 絕對是一個遺憾 手機支援夜景、人像、大光圈、超級微距 多鏡頭錄影等等 拍攝功能齊全 還可以開啟獨有的鷹眼精彩觸拍功能 可以更輕鬆地捕捉移動中的拍攝對象 主鏡頭在日光下有出色的快門和對焦速度 影像細節豐富 色彩呈現能力不錯 入夜拍攝 曝光能力強、影像紮實、光暗對比處理出色 光位未有過度曝光的情況出現 夠清又夠光 超廣角鏡頭相對表現一般 影像曝光較暗、細緻度明顯不及主鏡頭 清晰度一般、細節消失 所以超廣角的表現真的差 超廣角的夜間拍攝清晰度下降更明顯 但幸好是光度夠 來試試長焦鏡頭 分別用3.5倍、10倍、100倍變焦進行測試 3.5倍的清晰度真的不錯 影像銳利、清晰 10倍變焦下,細節度下降也不少 但拍攝效果仍然不錯 來到100倍就會變成一片漿糊 防守震能力就像起不到作用一樣 在夜間下用3.5倍變焦拍攝 曝光不錯,但細節度已經開始不足 一些文字的細節已經看不清楚 簡單總結就是 日間最多都是用10倍 夜間就3.5倍 多於不用考慮有好的成像 我們現在做一個總結 HONOR MAGIFY PRO只有12GB RAM 配不12GB ROM 一個版本 提供黑色和綠色兩種顏色 建議零售價是$7,299 HONOR MAGIFY PRO在顯示能力方面 的確有出色的表現 性能和續航能力 比其他旗艦機來說 相對不太突出 表現一般 主鏡頭拍攝能力相當出色 對焦和快門都很強 色彩細緻度都很高 但超廣角和長焦鏡頭的表現 認真一般,失色了不少 正於說值不值得買 其實如果在這個價位裏 我會選擇小米的13 Pro 會多於這部機 因為拍攝表現真的有一定差距